有同修问 有人说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种说法符合缘起法吗 这是一种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有些人讲的 动不动就说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父母绝对不会做 父母不可能做 这种说法跟缘起法合不合 大家认为 当然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也要先讲清楚 先讲清楚就是说 我们这里所谈的是用世间法来看 如果真正的佛法来说 因为天下人都是我们 曾经都是我们的父母 那我们要对他们要怎么样 都一概要慈悲 我们就说众生无边 试验度 没有一个人 你不是再怎么样都要去度他 我们不是有时候问说 这个人你明明知道 他一直在造错 造作恶业啊 但是呢就问你说 那你众生无边试验度的时候 要不要讲说 我众生无边试验度除了 李师姐 要不要这样 没有这样 所以就表示说 如果在讲孝顺的父母 如果从缘起法 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说 应该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讲孝的时候 是针对性的 就是有针对性说 生我的男的跟你父跟母 所以我们在讲 如果一般世俗讲孝的话 是讲这个 但是呢 我们佛教讲的是说 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 我们不是讲过吗 都是曾经做过我父母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要度 这个无边众生都要度 就表示说 哪一个你都应该对他 像父母一样的对他 那从这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讨论呢 就不涵盖了 我们只是讲 世间人来讲说 孝顺父母 那孝顺父母 不是指天下人 我们指的是 生你的爸爸 从这角度来讨论 不从这佛教的 这个一切众生 都是我过去 曾经我的父母过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前提 先搞清楚 免得人家讲到说 我们佛教不是讲说 我们要无条件的 关怀所有的众生吗 所以有此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慈悲喜舍 对不对啊 慈悲喜舍都要无量 那怎么还会跟父母 所谓的父母要计较说 你不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 就不能这样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我们就讲到说 这个我们才 刚才才学习到这个 如存孝之爱敬父母 从那个角度来说 那就是父母不可能做 因为一切众生 他在做的时候 从言习法的角度来说 他在那个条件 因年底下 他做这个事情 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讲说 慈悲心升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真的是 父母没有对错 因为是在那个状况之下 他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在这个角度来说 就可以讲说 没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也可以讲到说 天下无不是的人 不是这种父母 任何人 他做很多事情 都是有他的因缘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在那个状况之下 那个时间底下 他这样做 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也会这样做 所以如果在这样做之下 我们就可以真正生出慈悲心来 那如果用这种角度来说 人家讲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对不对呢 对 没有错 因为天下间没有不是的人 所有人 做任何事情 都有他的因年 这就是懂得延期化 所以为什么 佛会无限量的 爱护所有的众生 因为佛就是根据延期化 来看待一切众生 你为什么做这个事 你那时候的无名 你那时候的心情 你那时候的憎恨心 你那时候的贪心 所以你做那个事 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就变成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也无不是的任何人 这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谈 一般世间人来说 一般世间人来说 我们就讲到说 这个所谓的孝道 就是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都会有谈到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要比较符合理性的 来看待一些 一般人所谓的孝 那因为我们孝 最忌讳就是碰到 把它当作是 余孝 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底下之下 你应该用浅巧方便 来化解它 而不是 你就 那时候妈妈说 你去死 你就果真去死 这是余孝 对不对 就像顺 你看顺的 她的爸爸娶了 这个 这个 祭母 所以百般的想办法弄死她 那顺要不要让她弄死呢 没有啊 所以表示说 孝不是说 什么都顺着父母 叫做孝 你这样就是变成余孝 就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谈一谈 那我们其实可以本来要 先解释一下说 那佛陀对这个 这个亲跟子之间 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 他是怎么看的呢 你要先搞清楚 佛陀是怎么样来解释说 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 两个是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提这个 我们以前讲过了 叫做佛说五无缓妇经 什么叫五无缓妇呢 就是没有做正常的这种反应 就是说你这样 那你应该有什么反应啊 没有这个正常的反应 没有照正常的人所做的反应 那在这个五无缓妇经里边呢 佛陀就解释说 那这父母跟子女之间 应该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 所谓妈妈 怎么来看待这个儿子 他说妈妈怎么看待儿子呢 他说儿癌脱生 我亦不患 儿今自弃 非有能流 譬如行客来过主人 客金自弃 何能得流 我这母子 亦不如是 说妈妈 怎么看待儿子 看待儿子像什么呢 就像你开旅馆 开旅馆 有客人进来住啦 你住完要住几天 他住几天以后就走了 儿子 跟妈妈的关系就这么 为什么呢 你看他这里特别讲说 儿来脱生 我也不患 你要来 我肚子里面脱生 我又没有叫你来 有没有哪一个 妈妈叫哪一个人来脱生 没有啊 就像他来住你旅馆 人家来这里登记 要reserve到你那里去住 就是他可能有需要 就到你那里去住 所以他说 儿子跟妈妈关系 就像这个旅馆的客人 跟旅馆的老板一样的关系 这是佛在五无反父经里面 这样说的 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以后 有这个概念 你才主要讲到说 把儿子当作是我的 我的财产 那是一个大错特错 人家只是跟你有言 借你肚子一下而已 是不是 所以那你 比如说你养他 那这边就是有些人就讲到说 那很多人喜欢 很喜欢养儿子 子女啊 不是呢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 要去求观念菩萨 给我儿女 对不对啊 因为他养儿女是一种乐趣 不是吗 很多养儿女也是一种乐趣 对不对 然后把自己做不到的 就寄望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希望他实现你的这种 你的一种 不能实现的一个愿望 是不是呢 比如说你就从小就一直栽培他 成为一个万能的一个龙 你的就变成一条一只缝了 对不对啊 想进办法从开始 你看一懂事开始补习 上补习班 一直弄它 就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射 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 你希望你这个龙啊 哄呢 替你做到 帮你出一口气 所以很多父母都是存着这种心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所谓的生意之恩呢 应该不是单相 其实是双相 因为儿女受到养育之恩 的确有这个需要 然后呢 父母呢 有儿女可以让他取业 很多人不是都是 觉得说哎呀 回去逗逗小孩 觉得好开心啊 对不对 让他生活更好 甚至有很多夫妻 就是利用有儿女 来让这个家庭 这个婚姻能够维持下去 大家听过吧 应该听过 很多就是靠着儿女 因为有很多人没有离婚 就是因为说哎呀 有儿女了吗 这离婚不好啊 所以就讲到说 其实所谓的一般社会人的父母 跟子女之间 并不是子女全部都是欠父母的 父母也有因为子女 而得到一些回馈啊 让他这个日子 过得更有趣啊 所以很多人在外边受到委屈 受到就是很疲累 回家就逗逗小孩 他就精神就好起来了 他有人就用这种角度 来说其实应该是双向的 就是你对他有恩惠 人家对另外一边也有恩惠啊 这是从这个世俗人的眼光来看 所以呢如果要亲子之间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要能够保持一个最好的一个互动 这个就应该怎么样呢 互相的感恩了 要互相感恩 父母感恩有这个儿女给你也带来很多的欢乐 那儿女呢要感恩父母呢也帮你很多嘛 那这个呢用这种角度来看呢 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才能够产生最好的互动 这个才能够长久 如果每天父母都觉得说你欠我你欠我你欠我 而你也不一定有父亲 所以为什么我上次不是讲妈 有一个女儿就告妈妈 所以你为什么把她生下来 害我来受苦 所以女儿也觉得说妈妈还赚得比较多 因为她有我这个女儿她产生很多的乐趣 有这种想法 但这个是一种说法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了 但是我是说用这种角度来说呢 就是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总是解德 儿女都是劝你的 不要这种想法 因为你这种想法你就会失望 你就会痛苦 那儿女呢更不应该接着说父母亲就是欠我的 你给我的都是应该的 一点感恩心都没有那这种儿女要不要鼓励 当然不鼓励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父母也有一些认知 儿女也应该有一些认知 不是谁一定欠谁 那都要存着感恩 大家互相互相感恩 在古代有一个句子叫做孔雀东南辉 它是一个戏剂 它的戏剂里边的主角叫做焦仲卿 那你主角男主角叫焦仲卿 你主角叫做刘兰芝 那因为这个焦仲卿算小有才气 就是说他知书达理 然后呢也蛮有才气的啦 就是一个他妈妈心目中呢是一个龙 他的这个就是焦仲卿 他妈妈心目中他是一个龙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啊 结果娶了一个刘兰芝 在这个焦仲卿的妈妈的心目中 想说你这个人怎么配得上我的儿子呢 所以呢他就刘兰芝 但其实刘兰芝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所以焦仲卿是爱他爱得不得了 他发现他好多的优点 结果他妈妈就是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觉得刘兰芝配不上他的儿子 所以呢百般刁难他 那后来刘兰芝没有办法就回娘家 后来就自杀了 那这个焦仲卿呢 就是百般的去跟他妈妈解释说 刘兰芝有多好多好多好 结果他妈妈想说 我觉得他不配你 我帮你找一个更漂亮更好的老婆 我就是不要他 结果他没有办法改变他 结果这个焦仲卿也自杀了 两个都自杀 就是用自杀来报复他妈妈的这种蛮横 所以这个是一个悲剧 另外一个悲剧是讲说 有一个老汉 就是老汉 怒杀他的女儿 为什么杀他的女儿呢 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说 最近在山东烟台昭衍寺 山东烟台昭衍寺附近有个小村 他有一个父亲就是一个老汉 他因为要他的这个女儿 帮他的弟弟买房子 结果他的女儿一方面也没能力 也没有想帮他买房子 就是爸爸要帮女儿帮他的弟弟买房子 只有女儿没有帮他买房子 结果这个爸爸竟然一怒之下 就说你竟然敢违背我 你是我的女儿 把他当做财产 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顺便把他的女婿杀了 这两个都是来美国留学 得到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 因为女儿想说他爸爸要杀他 他也不敢反抗 就被他杀了 那结果到法院去 那个法官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要杀他 他说应该啊 女儿是我的啊 他不听我的我就杀了他 像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 你说那女儿算孝顺吗 这样算不算孝顺 就没有智慧嘛 就是余孝了 妈妈那爸爸要他死 他就死了 其实他如果造成这样的话 爸爸哪一天有良心 他会不会良心一辈子过不去呢 所以这个叫做孝吗 你就是让他爸爸一辈子 就在这个监狱里边度过一生 那这算什么孝呢 所以我们再讲到孝顺 要有智慧啊 要有智慧啊 做父母的 应该有父母的这个 为子女着想 那子女的呢 也要尽量为父母着想 所以你说 爸爸要你死你就死 那你不知道说 你死了以后 你爸爸会一辈子多 为这件事情良心不安 那你算不算孝顺 就不算了 这个呢 是要讲这个 所以在大陆呢 就有一句流行话 大家听过没有 说娶妻莫其福地谋 看到没有 要嫁你不嫁 妈保难 听过了吧 就是说你要娶妻子呢 千万不要找一个父母呢 是窥肠爱护你太太的弟弟的人 因为他会叫你给他这个给他这个帮他这个帮他这个帮他这个 永远没完 所以就说你不是娶了这个女人 你是娶了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的弟弟 所以叫做娶妻千万不要娶这种福地谋的意思说 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夜父母啊 你千万这种女儿你就不能娶她了 那第二个就是嫁妮不嫁妈保难 因为有一些妈保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先生 他唯一的寄托就是他的儿子 那唯一寄托的儿子就是什么东西儿子都要听他的 所以不是讲到说娶妻了以后 这个妈妈不准这个儿子去跟他的太太睡觉 要陪他睡觉 他说如果你要跟你太太睡觉 我要睡在中间 这个就是妈保难 所以当然这个 那像这个要不要孝顺 不能谦顺啊 不能谦顺啊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孝道的误解 所以不要认为说父母不会有错 这种说法是一种一孝的教 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东西 千万不是叫你不要孝顺父母 所以讲到说我们要孝顺 一定要从长眼祥 那就长眼祥呢 就是最好能够导向他学佛 如果他能够愿意念佛 然后呢将来求生西方集的世界 那才是真的孝 千万不要讲说他要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就像有很多父母啊 教小孩去偷东西啊 这很多很多有很多有这种事情啊 那小孩也听着他的去偷东西 那你说像这样妈妈的话要不要听呢 不能听啊 是不是呢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孝道呢 要看成不能看成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 在逻辑上这种无条件的付出呢 是违背长衣主宰不存在因缘法 就是表示说父母亲绝对不会错 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因为佛在42章经就讲过啦 你没有证到阿罗汉以前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讲说 我都是为我的子女好 他这种想法是都是对的吗 当然不是都是对的啦 因为他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国 他当然有我 有我 就从他的我的角度去看事情 那看的事情经常都是偏差的 都是不是真正为别人好 但是他总是说哎呀我都是为他好 我都是为他好 怎么办呢 你不're 你来原因 它沉迫